早 早啊 早 佳雪哥 昨晚是没睡好吗 昨天处理了点工作上的事 早餐 谢谢 送我的东西呢 不喜欢啊 不喜欢啊 走吧 佳雪哥你没吃早餐吗 你吃这个吧 谢谢 好 光喝果汁能饱啊 张嘴 拿着吃饭 不要吃 谢谢 谢谢 还有一会儿才登机 我们先坐会歇一会儿 来 来 来 好 段嘉许 袁朗 一个高中的 袁朗 对对对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坐 算起来都多少年了 前阵总的办同学聚会了 你怎么没来啊 那次我工作太忙了 然后就没去 我听姜云说了 你现在工作干得可好了 可忙了 赚得不少啊 还行 这是你女朋友吗 不对不对不对 我怎么听说你跟姜云在一起呢 我跟姜云在一起 你听谁说了 不是吗 我也忘了听谁说了 听错了 听错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这嘴就没个把门 思考一说 我非接下检票了 我就先走了 回见 下次聚会记得来啊 回见 所以 姜云是谁啊 是我们跨年夜吃饭的时候 碰到的那个女生 不是那种关系 你也看到她是怎么对我的呢 我怎么可能跟她游什么 为什么我会这样 一直期待一个人的出现 沈沈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男的 长得帅 成就好 就很有魅力 又帅又有魅力 我感觉 她也有一点喜欢我吧 我很喜欢 你太幸福了 不是所有人的暗恋 都是双脚符的 但是她的家庭你了解吗 你知不知道 她怕吃个杀人犯 段嘉许 你们家目前这个情况 那还不如分了比较好 你追谁不行你追我妹 你有没有点了解 对不起兄妹 为什么要打她 我为什么不能打她 我为什么不能打她 就因为我喜欢她 所以段嘉许她做错了什么 我是不是真的年纪大 为什么我妈妈都没了 只要有我丧志在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嘉许 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 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 我才发现 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 她也在努力地奔向我 你不是说过吗 所有不好的事情过去了之后 剩下来的就都是好事情 所以 准备好了吗 我有一个朋友 喜欢她哥哥的朋友 对不起啊 后来她就放弃了 但是最近她没有遇见了 方斥 感觉你对我有意见了小朋友 不喜欢你叫我小朋友 我已经成年了 你这个朋友她在去不见什么 好 她在纠结 那个哥哥 抓紧了 是不是一直都只是把她当妹妹 看看吧 像不像你说的那个 中央空调 喜欢吗 之前不都是说 是妹妹吗 还真把我当你哥了 那你帮我暖暖 我 不太适合你 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毕竟也没个人分 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能追你吗 轨迹多端的老男生 我也是 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你可别想爽的我 短假时 我 真的跟你在一起了